這可能是我們目前已知的最貴的一款minecraft模組 價值5萬美金 它的名字叫The First City 要玩這個模組我們需要先找到一隻裸單的監守者 然後在和它進行痛苦的搏鬥之後 它會掉落一把神秘的鑰匙 接下來我們把鑰匙插在框架前的小祭壇上 就會有觸手從傳送門裡伸出來 和我們玩觸手Play 把我們拖到這個神奇的世界裡 這個世界看上去很平靜沒有什麼異常 但是如果你想回去的話你會發現 哎 回不去了 你只能望著外面的虛空在這裡沉思 我該如何找到回家的路 於是呢你慢慢的往前探索往前前行 突然 天空中的巨大眼珠似乎提醒著你 如果不把他擊敗 休想離開這個地方 於是你使用翹翅 快速飛往了任務指定點發現了一門大砲 嘗試性的坐上大砲 三種大砲瞄準了巨人所在的位置 一砲下去 眼前的劍主轟然崩塌 露出了藏在身後的巨大眼珠 毫不猶豫的開啟了第二發炮彈 但是 一半小時就城的巨大後 他會讓我看不見 有過大砲 接著 低速掌 放下 小砲 鷹 定睛一看 你居然被那巨眼 连带着粉碎的大炮 拖进了他那眼泪空间 现如今 看来只有凑齐大炮碎片 才能轰碎这颗眼珠 逃离此地 首先来到的是被恶魂环绕的 火焰山 在这里呢 你可以拿到你的第一块碎片 然后是充满神秘科技的电子厂 你可以在此处寻找到第二块碎片 最后只要祭拜一个操纵水晶法杖的神秘傀儡 即可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准备 虚力轰他一炮吧 最后恭喜你 这就是这个模组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模组 值不值五万美金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